姐妹们,谢谢你们这么真诚的歌声 现在我很荣幸能为各位演讲 在我演讲后,唱诗班将为我们献唱 由平信心往前进 以及西安姐妹同来两首圣诗改编而成的族曲 接着总会词聚会会长团第一茨里卡罗什蒂芬姐妹将为我们演讲 在她之后将由总会词聚会会长团第二茨里林达瑞弗斯姐妹演讲 接着唱诗班和惠仲要一同起立合唱 任主差遣 在演讲一开始 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个令我深受感动的故事 一天晚上,有个人呼唤她的五只羊回到羊棚过夜 她的家人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一幕 她只是简单地喊着,回家咯 这五只羊立刻抬起头来,朝着她的方向跑过去 其中四只羊儿直奔到她身边 她慈爱地轻拍着每一只羊儿的头 这些羊认得她的声音,也爱她 但是第五只羊并没有跑过去 那是一只体型庞大的母羊 几个星期前,她的主人把她送给了这个人 说她很野,个性顽劣 总是带其他的羊走入歧途 新的主人收下这只羊 好几天都将它圈在自己的草原上 好让她学会待在原地 这个人很有耐心地教她要爱主人和其他的羊 最后只留一根短绳在她的脖子上 不再固定绑在木桩上 那天晚上,这个人的家人在一旁 看着她走向这只站在草原边缘的羊 再次温柔地说,回家咯 再也不会有人绑着你 你自由了 然后,她慈爱地伸出手来 把手放在这只羊儿头上 领着这只羊和其他羊儿朝羊棚走去 秉持这个故事的精神 我祈求圣灵帮助我们今晚一起学习遵守圣约 定立和遵守圣约的意思是 选择使自己和天父以及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 也就是承诺跟从救主 信赖她,渴望对她表达感激 感激她,经由无限的赎罪恩赐付出代价 使我们因而获得自由 杰弗瑞赫伦长老解释 圣约是一种有约束力的属灵契约 是向我们的父神郑重承诺 我们会用特定的方式 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方式来生活 思考和行动 相对的父、子和圣灵 则应许赐给我们永生的所有荣耀 在那具有约束力的契约中 主定下了条款 我们同意会遵守 定立和遵守圣约 就是表示我们承诺要效法救主 在一首快智人口的圣诗里 其中几句歌词倒进了应有态度的理想境界 拆我何往 我必前往 愿我何言必言 拆我何事 我都乐作 身心愿献主之前 为什么要定立和遵守圣约 首先 遵守圣约能获得巩固能力和保护 尼斐曾在异象中 看到主把种种伟大的祝福 赐给遵守圣约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 我尼斐看到神高扬的大能 降在主的约明身上 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 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 最近 我遇到一位新朋友 是一位年轻的姐妹 她见证在接受过圣殿恩道门之后 感觉自己获得了巩固 有能力抵挡先前 难以抵挡的种种诱惑 当我们遵守圣约 也会得到勇气和力量 承担彼此的重担 有一位姐妹 因为有个儿子 遇到严重的道德问题 而伤心不已 由于 她相信辞职会姐妹 都是遵守圣约的人 于是鼓起勇气 邀请这些姐妹 为她的儿子进食祷告 另一位姐妹说 她真希望自己以前 也请她在此处会的姐妹 做类似的祷告 因为就在几年前 她的儿子也遇到了困难 她多么希望 当时的她 会邀请姐妹们 帮助她的家人 一同分担这个重担 舅主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哦 姐妹们 我们都有重担要承担 也有重担要彼此承担 提出彼此承担重担的邀请 这等于提出了 遵守圣约的邀请 露西麦克斯密 对刚成立的 此处会姐妹的一番忠顾 对今天而言 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必须珍惜彼此 看顾彼此 安慰彼此 获得教导 使大家都能一同在天国同住 这是遵守圣约和探访 教导最淋漓尽致的表现 摩尔门经提醒我们 即使是先知阿尔玛 也不得不承担 有个叛逆儿子的重担 但是阿尔玛很幸运 有一群在福音当中 遵守圣约的弟兄姐妹 他们忠诚不渝地 和主立下圣约 明白承担彼此重担的真谛 在摩塞亚书里 那一节述说阿尔玛 如何怀着莫大信心 代替儿子祷告的经文 我们都很熟悉 然而 经文里却是这样记载 主已听到他人民的祈祷 也听到他仆人阿尔玛的祈祷 我们知道 主始终对悔改的灵魂喜悦不已 但是我们最渴望的是 希望儿女能遵从 亨利爱宁会长的忠顾 吉祷开始并持续不懈的 定力和遵守圣约 不久前在圣职和辅助 辅助组织领袖议会中 有人提出一个 发人深行的问题 我们真的期望 八岁的孩子遵守圣约吗 于是我们一起讨论 最后提议 要帮助儿童定力 和遵守神圣的 实力圣约的方法 就是帮助他们学习 许下和遵守简单的承诺 中心的父母有资格知道 哪些教导方式 最能符合子女的需要 当父母寻求个人启示 又能根据个人启示 采取行动 一起商议 旅行 并且教导简单的福音原则 就会有能力巩固 保护家人 其他的家人 也能助一臂之力 我可爱的孙女 曾用一首简单的歌曲 告诉我们遵守承诺的重要 那首歌大概是这样的 许下承诺前 好好想一想 承诺多重要 许下承诺后 牢记在心上 牢记在心上 教这首曲子时 充满了爱 坚定的信念和力量 因为他的爷爷 确实把承诺牢记在心上 我认识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 在她遵守自己的圣约时 会刻意地让子女参与 她会以喜乐的心 承担邻居 朋友和智慧成员的重担 也会安慰需要安慰的人 所以当她的小女儿 最近要她帮忙 想知道怎么做 最能够安慰她刚刚遭到 丧父之痛的幼灵朋友时 实在不值得惊讶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教育 让女儿明白 她安慰朋友的渴望和行动 就是遵守洗礼圣约的一种方式 如果我们不期许子女 遵守他们的第一个圣约 也就是洗礼圣约 怎么能期望他们定立 和遵守圣殿圣约呢 理查思考的长老说 我们能给世人的伟大祝福之一 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宅 所带来的力量 在这样的家中会教导福音 遵守圣约 并且充满爱心 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 建立一个这样的家 帮助子女准备好定立和遵守圣殿圣约 我们可以一起找出 配衬持有圣殿推荐书 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一起找出如何聆听圣灵的声音 因为圣殿恩道门是借由启示获得的 我们因此需要学会这项重要技巧 我们可以从洗礼和圣餐的神圣象征开始 一起找出如何经由各种象征的应用 来学习其中的意义 我们可以一起找出为什么身体是神圣的 为什么有时候被称为圣殿 而端庄的衣着 仪容和圣殿服装的神圣特质之间又有什么关联 我们可以找出经文中的幸福计划 我们越是熟悉经文中天赋的计划和赎罪 圣殿崇拜就会越有意义 我们可以一起了解祖先的故事 研究家谱索引 代替仪式家人进行圣殿事工 我们可以一起找出圣殿崇拜相关用语的意思 例如恩道门 教仪 印证 圣职 全要和其他字词 我们可以教导 我们之所以去圣殿 是为了和天父定立圣约 然后回家遵守圣约 教导的时候让我们都能谨记 好更好最好的观念 将圣殿的相关事物教导给子女是件好事 更好的是帮助他们做好准备 期盼他们定立和遵守圣约 而最好的是以榜样作为圣教 告诉他们我们是以喜乐的心 固守我们的洗礼圣约和圣殿圣约 姐妹们 当我们在养育 教导准备子女在这条圣约道路上前进时 是否能体会我们在救恩事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只要我们光大圣约 遵守 自然会得到这个重要的能力 遵守圣约是获得幸福所不可或缺的 孟尊会长曾教导 我们都应该看重圣约 装于这些圣约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尼腓二书只是简单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这同一章前面一点的地方 我们看到 尼腓和他的人民才刚建造了一座圣殿 无疑的 他们是遵守圣约的喜乐人民 我们在阿尔玛书也读到 但是看啊 自尼腓时代以来 尼腓人再也没有比在摩罗乃时代更幸福的了 为什么 同样的我们从前面的一节得知 那是因为他们忠信遵守主诫命 遵守圣约的人就是遵守诫命的人 我很喜欢这节经文说 众人听了这话 就欢心鼓掌 大声说 这正是我们心中的愿望 我喜爱他们心中的那份渴望 他们是以喜乐的心渴望定力和遵守圣约 有个星期日 有位姐妹 喜乐的赞叹者 我今天要领受圣餐 我们上一次因为这项特权而喜乐是什么时候 又是如何表现出这份喜乐呢 我们是经由一直记得救主 遵守祂的诫命 包括守安息日为圣 表现我们的喜乐 我们是经由不断做个人祈祷和家庭祈祷 每日研读经文 每周举行家人家庭晚会 经由这样一直记得救主 来表现出我们的喜乐 当我们分心 或以随便的态度面对这些事物时 就需要悔改 重新来过 定力圣约 喜乐的遵守圣约 能够赋予那攸关重大的神圣 救恩教义效力和生命力 这救恩的教义乃是获取负所有的 所不可或缺的 亨利安宁会长曾指出 教义和圣约是灵性的里程碑 他这样说 后期圣徒是一群约民 从受洗那天起 透过生命中灵性的里程碑 我们与神相互立约 他始终透过他所授权的仆人来给予承诺 而我们会不会与神立约 并遵守这些约定 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考验 第三 遵守圣约即是表现我们对救主和天父的爱 我们应该更加喜乐地遵守圣约的原因有很多 而其中有一个原因比所有的原因都更名正言顺 就是爱 当我们思考爱这项原则 救约里一节经文使我深受感动 当我们读到雅各和拉杰在圣经中的爱情故事时 有谁不感动呢 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杰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姐妹们 我们是否同样用这种深刻专一的爱来遵守圣约呢 为什么救主愿意遵守他和天父立下的圣约 愿意完成为世人赎罪的神圣使命 那是出于对天父的爱 出于对我们的爱 为什么天父愿意让他的独生子 完美无暇的儿子 承受难以言喻的痛苦 忍受世人的罪 心痛 疾病和软弱 而这一切在他的生命中是不公平的 我们可以在这些字句里找到答案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如果我们真能完全体会 那经由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而来的 属于我们的许许多多的祝福 那么无论主要求我们做什么 我们必定样样迫不及待 满心乐意去做 根据约瑟斐廷斯密会长的这句话 若要对救主 救赎主那难以理解无限的赎罪 以及天父完全的爱表达我们的爱 遵守圣约就是一种方式 杰弗瑞赫伦长老曾有一番感人的话 我不确定我们在审判日的情况将会如何 但是如果神在审判日与我们交谈时 没有对我们提出基督问彼得的这个问题 你爱我吗 那我会非常许多的事情 那我会非常讶异 今晚我邀请大家用我们遵守圣约的喜乐程度 作为衡量标准 每个人都评估一下我们有多爱救主 救主曾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我们多么需要救主经常出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啊 让我们牢记 即使是那些在过去任性叛逆 或是现在无法自拔的人 都可以感受到那位好牧人的手 政府摸着他们的头 听见他的声音说 回家了 再也不会有人绑着你 你自由了 救主曾亲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可以说出这句话 是因为他满缓爱心来遵守他的圣约 接下来的问题是 那我们呢 愿我们都能怀着信心 喜乐的信 以及莫大的渴望遵守圣约 这是我们向天父 向救主表达爱的方式 我也要怀着莫大的爱 为他们两位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